娱乐转圈圈 先来感受一下其中一个片段 高能场面过多 谨慎观看 男主车贤秀的邻居 是一个养猫的独居女孩 两人一直没有什么交集 一日 他像往常一样 开门拿快递 发现邻居家门敞开 门口的地上满上鲜血 突然从门中伸出一只沾着鲜血的手 把一颗血淋淋的猫头扯了进去 目睹这一切的车贤秀 慌忙锁上了门 蜷缩在被窝里 这时 响起了门铃声 我好害怕 请帮帮我 透过监控发现 是一个红衣女孩 按理说 这么可怜的一个女孩 哭着求救 外面还那么危险 一般都会开门帮助她 但车贤秀 留了个心眼 要求检查一下 对方的手 只见女孩 突然开始流鼻血 接着露出了 猙獰的笑容 一边锤打着门 一边嘶吼 我好饿 这阵仗 着实够吓人 这个女孩 被某种未知 病毒感染了 在剧中的世界 多的是 女孩这样的人 她们被感染 然后会变成 没有意识的丧尸怪物 在转换为怪物之前 会出现流鼻血 昏厥 幻觉 等症状 所幸 女孩砸门 无果之后 就转身离开了 车贤秀 躲过了一劫 此时的车贤秀 是一个废柴 在学校 被人霸凌 在家中 和父母 妹妹的关系 也不融洽 父母和妹妹 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唯有车贤秀 活了下来 但不幸的是 经历这一切的 她抑郁了 决定自杀 于是她才搬到了 这所公寓 打算度过 剩下的日子 车贤秀 一搬到这个公寓 计划着如何自杀 自杀的日子 都选好了 就在8月25日 然而 楼里却出了遍布 平日里 可以随意出行的大楼 突然被封 人们都被围困在楼里 接下来 处处是高能场面 楼外怪物遍地跑 乌鸦漫天飞 荒凉潇涩的 世界末日场景 看了这部剧 你会发现 怎么有这么多 奇形怪状的怪物 没有重样的 每一种 都有各自的技能 完全可以出 一个怪物图鉴 比如说大楼门口的 这个怪物 乍一看 是人形 有胳膊有腿 正当人们在门口 观察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时 她突然张开了嘴巴 舌头长达数十米 一身一卷在一膝 一个看热闹的群众 就变成了干尸 有个这样的怪物 终日守在门口 一般人还真出不去 再比如 这个眼睛怪 身体在地面 眼珠子 却可以伸到高楼 探入窗户 缠住你的身体 这还仅仅是大楼周围 在他们看不到的 楼外世界 还可能有 更多不熟悉的怪物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 待在楼中 等待救援 但楼内就真的安全吗 楼外是地狱 楼内也好不到哪去 在不知道的地方 已经有人 悄悄变成了怪物 怪物之一 半头怪 在一场打斗中 它被削去了半个头 但怪物的生命力 极为顽强 无论是断头还是断肢 都无法对它造成致命伤害 失去半个头后 自然也看不见 全凭一只耳朵 判断周围情况 怪物之二 肌肉怪 肌肉过于发达 和绿巨人 不相上下 怪物之三 支柱怪 不是可爱的支柱侠 也不是 美艳的支柱精 就是一个无情冷漠 会吃人的支柱怪 这些怪物的样子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们变不了 和常规的丧尸不同 甜蜜家园中的丧尸 造型更加多样 为什么会这样 人变成怪物 并不是被传染 而是被欲望清洗后 变成怪物 怪物的样子 也就是人们欲望的样子 比如说肌肉怪 不断念叨着蛋白质 用假话掩盖自己秃头的 小卖部老板 变成了浑身长毛 像拖把一样的怪物 当然 也不乏一些 感人的故事 楼中有位 推着婴儿车的母亲 她的孩子 早已丧生 但她依旧每天 推着空荡荡的婴儿车 假装自己的孩子还在 被感染后 由于过于思念孩子 她变成了一个孕育胎儿的子宫 一位父亲 因为没有抓住儿子的手 儿子葬身火海 自得不已的她 变为一个长手怪物 他们的欲望始于爱 虽然结局悲惨 但也够感人 除了他们 楼里还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 在变故来临之前 他们彼此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